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涨了59点 重新来到一万零一百点 今天最可惜的还是量啦 因为我昨天跟大家讲过 昨天的一千两百亿那不是常态 因为在大换股过程中 量那一天一定会增加 回到正常之后预估量应该还是在八百亿左右 果然目前预估量只有八百亿 那这也是我比较关心的地方 指数在万点之上一直维持这种量 其实是不健康的 不OK的 好 整个大盘的部分等一下我们再来跟大家聊 那我们先看一下昨天国际股市的部分 昨天道琼是收盘小跌20点 道琼每股这种跌法其实都只是一点点 应该算持平 我想大家应该都能够接受 昨天道琼开盘一度跌了80点 什么原因 因为阿富汗的首都 汽车爆炸案 汽车攻击案件 那造成了80个死亡 因为主要是在大使区 所以比较敏感 造成昨天美国股市开低 可是一下子就回文 因为中东那边本来就很乱 那种攻击事件是不断在频传 所以大家那种阵痛也是属于比较短的 昨天欧洲的部分 德国倒是要注意 德国昨天一度大涨了100多点 大涨了大概110点 因为德国昨天发布 五月份的失业率 德国五月失业率降到5.7% 创下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低数字 代表德国的一个整体经济状况 是很好的 失业率能够降到优势以来最低 所以大众昨天德国一度大涨到100多点 但收盘的时候 还是被其他欧洲股市给压了回来 德国昨天收盘是涨了16点 那其他欧洲股市是 持平小跌状况 好那昨天美国股市其实 你看这个小跌对不对 重点在跌什么 其实美国昨天科技股还不错 昨天美国主要弱势是在 石油股跟银行股的部分 昨天油价又跌2% 那油价跌2% 石油公司跌 这应该都是正常情况 昨天银行股的部分 像JP Morgan跌2% 美银跌1.8% 花旗跌1.7% 高盛跌1.9% 高盛跌3.2% 富国跌1.9% 昨天美国的银行股很弱 美国银行股这个都是大型的 这个对于指数的影响力 是很大的 昨天美国股市的银行股 大跌之后 那么把美国股市新生一股压力 可是指数却还是很强 所以可见的昨天 美国的科技股 其实是还不错的 把银行股跟石油股的弱势 给撑住 昨天美国股市最强是哪一支 昨天最强 像苹果昨天是跌了0.59% 那Google昨天跌了1.1% 昨天最强的还是在Tesla的部分 因为这次的参展 Tesla首都在外参展 所以Tesla昨天继续创历史新高 来到342美元 这是目前美国股市最强的一支股票 Tesla 那相关的概念股 台湾这一边 今天似乎表现没有跟上脚步 1536的核大 1525的江森 那为什么会没跟上脚步 因为你量没出来 担担流没出来 那就看市场的资金目前在什么地方 谁就会来得比较快速 好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亚洲今天最强是在日本 日本目前刚才最多涨了200点 大陆开盘之后 大陆目前呈现比较弱的一个格局 所以亚洲这边今天是日本最强 来撑住整个亚洲股市的部分 台北股市目前涨42点 我刚才跟大家讲过 指数在这里量 这种量是让我比较关心的地方 指数接下来如果继续在万点之上 量还是一直出不来的时候 要有心理准备 你要有一些预防的措施 因为指数不可能在万点之上 一直这样无量 我昨天做了一个形容 一个三角形斜面 你一个东西从底部往上推 越推越高你量要越来越大 如果量没有办法越来越大的时候 那终究会力竭的 终究力量是会不够的 到最后很容易下来 所以接下来未来几天 指数在万点之上 如果还是一直维持这个量的时候 涨高的股票 涨高的股票千万不能碰 这一点一定要记得 那是最危险的族群 好 今天盘面上强势的族群 把盘给推上的重点在哪里 旺虹 旺虹今天一度拉到涨停半 而且量从昨天三万张 目前已经七万七千张了 二三四四的华邦店 今天也大涨了六趴 那昨天美光没有什么涨啊 为什么今天旺虹跟华邦店会大涨 而其他低润股反而 像八二九九的群联 今天也不怎么样 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于 昨天外资大换股的操作 买超的重点 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 昨天外资总共卖超是五十一亿 这里面是大换股的部分 买了六百零六亿 卖出六百五十八亿 所以整体卖超是五十一亿 那买超第一名是高铁 两万三千张 第二名是群创 三四八一的群创 昨天买了九千四百张 旺虹八千六百七十七张 今天旺虹大涨 第四名是友达 二四零九的友达 昨天买超六千一百一十九张 那第五名是联电 五千零八十七张 第六名就是华邦店 华邦店买了三千四百五十张 因为外资换股 操作前五名的股票 很明显外资卖掉其他涨高的 像台积电 大力光 这些涨高的股票 转而压在这些股票身上 所以造成今天这些股票 带动整个盘是上来 这是今天旺虹跟华邦店强势的原因 那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我倒觉得群创跟友达 这是昨天外资分别买超 第二名跟第四名的股票 而且目前这个基期很低 目前这个基期很低 你看华 对目前这个基期很低 所以接下来当华邦店 跟旺虹涨高之后 友达群创会不会出来接棒 就灌盘上机会很大 机会很高要特别注意 昨天晋圆店外资也是 继续加码了712张 你看晋圆店外资最近一直加码 尤其在德意志的部分 德意志昨天买了570几张 572张 我们来看一下德意志的部分 我这电脑让它跑一下 最近德意志在晋圆店的部分 也是持续在做加码动作 而且动作是属于比较积极的 动作属于比较积极的 电脑太慢了 好 没关系 那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台北股市是涨48点 涨了48点 今天旁边上有一组很强的股票 提供给它 今天有两组很重要的股票 第一个跟大家谈的是 第一个要提醒你的是 人民币最近这几天在做大幅的升值 我们来看一下人民币的部分 人民币这几天在做大幅的升值 今天又大涨 人民币在做大幅的升值 今天又涨了 今天又涨了快到0.1% 那人民币大幅的升值 谁会受贿 功能性货币以人民币计价的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它的营收收入是收人民币 支出也是用人民币的 之前在人民币贬值的时候 它无形之间 虽然有些做的升值还是持续放大 可是碍于人民币的贬值 它换算成台币之后 会有一些汇损 那现在人民币开始升值之后 这些汇损会回充 甚至于相对台币来说 它营收会放大 这是所谓的中概内需股 懂得懂什么 中概内需股 如果说你 因为现在台湾的上市公司 已经大多数都在大陆有投资 那你如果说你在大陆有投资 可是你是用外销收美元的话 那这个不见得会收贿 这不见得 那要人民币贬值你才收贿 如果说你 那另外真正收贿是什么 在大陆投资 以大陆当地的收入 以大陆当地内需的市场为主的 它收人民币负人民币 当人民币升值的时候 它换算成台币的营收 它无形之间会增加 懂什么 所以人民币升值 这一组的股票 中概内需股你要注意 哪其党属于中概内需股 绿月完全百分之百的大陆内需股 今天开始在动了 2929的淘地 这也开始在动了 很明显已经开始在动了 1340的盛月 这也是 再来4552的利达 这也是 当然这里面很多啦 很多那种大陆中概内需的 你往这方面去找 这一组股票会出头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那第二个 今天盘面上比较强族群的 功率放大器的生化甲 我们可以看到 全新3105的稳帽 再来8086的红杰科 其实就开出高盘 那当然这一组 业绩普遍都是比较差的 主要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是3081的联雅 即将要除全了 联雅这次在6月3号 要除全配8块钱 所以联雅这次跌很深 联雅这次跌很深 跌深之后要除全 所以短线开始转强 联雅转强 带动生化甲 PA功率放大器 包含2455的 刚刚我们看到的 2455的全新 3105的稳帽 8086的 红杰科 跟6451的续新 那这里面我觉得 在第一季财报里面 因为你看这一组的股票 普遍业绩都滑落很多 8086这也滑落很多 红杰科 之前每一季都赚一两块 现在实际上三毛钱而已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是一档 PA功率放大器 业绩稳定的 环宇 4991的环宇 环宇这次也跌蛮深的 从100块跌到剩下50块腰斩 可是它的获利却是能够 稳得住的 你看它第一季的获利 以它的营收 并没有大幅的下滑 跟去年差不多 重要的是它的毛利率 从35%拉高到45% 第一季的获利1.35 也比去年第四季的0.97 大幅成长 跟去年第一季的0.20 更是大幅攀升 那获利大幅攀升 股价腰斩之后 这已经开始慢慢 从碟式转为站上 黄色这条是月线 从碟式开始沾上月线 以月线跟双月线 跟半年线 蓝色这条是半年线 130天的 目前 月线跟半年线 同时形成黄金交叉 所以 今天功率放大器的部分 这个底已经打出来了 尤其你看哦 之前下跌都没有量 量都全部都出现在底部 这支 量全部都出现在底部 所以用大量足底 站上月线半年线 这开始叮咚 这就开始转强 所以今天在整个 短线强棒初级的部分 跟大家谈 4991的环宇 提供给大家短线参考 操作参考 其他更多分析 我们下午节目 再跟大家做进入报告 我们下午见